停筋的時間長 出筋來的時間比 或者說沒有 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肌流的危險因子 子宮就像一個房子 你的房子開始有搬了 它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了解 其實我們的飲食上面比較含雌性素 是不是會有自己肌流長大的可能性 大家好 歡迎收看加油許氏 我是你家的小姐姐醫師許舒華 大家應該會覺得 為什麼今天我旁邊坐的不是小姐夫 我跟你講這個位置不是專門給小姐夫 好不好 就是說我們只要是對觀眾的健康 還有你的生活會有益處的 我們都非常非常的樂於請專家來討論 那今天我們要請到呢 女生的好朋友 婦產科醫師王醫師 王醫師 你好 大家好 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萬方醫院婦產科王樂民醫師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一個 女生大多都會有的問題 叫做肌流 子宮肌流 那小姐姐本身呢 我發現子宮肌流是因為懷孕啦 就是因緣季會 反正就是要掃那個超音波嘛 那小朋友每次定期的產檢去看啊等等 然後才發覺說 這顆肌流呢 從我懷第一胎 然後一直到第二胎 它慢慢慢慢的從一個大概三四公分的大小 然後長成跟一個嬰兒的頭一樣大這樣子 所以就是肌流的話 然後我們都知道說 它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一些症狀 基本上它是一個良性的一個特徵 所以不一定要真的去開刀處理 所以我們大概就會 也問一下那個王醫師說 到底肌流它本身 成因是什麼 它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東西 我們先講一個基本的結構 子宮它是大概差不多 像個拳頭大 如果你超過這個大小的話 那就可能生病了 子宮它可能它 它是肌肉造成的 就有可能會增生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許醫師講的那個肌流 肌流就是我們正常的 子宮的肌肉細胞 不斷的被磁性素刺激 它就越長越大越長越大 小的一公分兩公分 大得到十公分二十公分的 我們都開過這樣的手術 一個正常組織 可能會變成真身 就變成所謂的肌流 那肌流就像我們的 子宮就像一個房子 你的房子開始有斑了 開始長一些不該長的東西 它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了解 女生來講 大概只要你已經二十幾歲了 荷爾蒙都正常 月經也正常 你就有可能 會有長一些良性的肌流 那現在很多健檢的 造了一個超音波 哇 回來 哇 怎麼長肌流 很緊張 跑來門門診來看 可能你也沒症狀 大部分也不要太擔心 那還有一種就是 它的月經量非常多 它已經有症狀 或者它今天肚子 摸到一個硬塊 它就會來婦產科 最終才一照 哇 你長了一個 大概七八公分的肌流 對 沒錯 沒錯 像我自己本身 剛開始的時候 真的是產檢 才意外發現 那我那時候為什麼會 真的一定想要開 的主要原因 第一個就已經 真的造成我貧血症狀 然後第二個則是因為 我就不想要讓自己的小腹 就是一直呈現一個 非常突出的一個情形 可是我記得就是 目前好像似乎 不一定要尋求一些 開刀的方法 它可能也有其他的一些 控制這個肌流大小的方法 肌流就剛剛許醫師講 要不要開刀 大部分都不需要 除非你的症狀很明顯 月經像血崩一樣 如果你沒有症狀的話 那基本上可以觀察 它的大小 只要大小不要 長大得太快 原則上都OK 其實很多女生 就是自己摸到肚子 摸到有圓圓的 我們門診有些女生 她的肚子就已經很大 我們就跟她講說 你這個一摸就硬邦邦的 就是肌流 她說沒有 我吃得比較好 最近變胖了 有時候肌流長出來 它是有症狀的 只是它有的病人 它會忽略掉 對 甚至它月經多 這種都是需要進一步處理的 甚至要評估 我們通常會這樣講 你自己跟你自己比較 我們知道我們一個 女生正常月經量有多少呢 各位知道嗎 大概60cc到80cc 有人會拿著涼杯去涼月經嗎 不可能嘛 開什麼玩笑對不對 所以舒散是舒散 實際上操作不是這樣 我們會用衛生棉的量來看 你以前大概只要用3片或5片 現在用到7 8片了 很顯然 它已經有異常的現象 這樣就很好評估了 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如果說 以有肌流的女生 怎麼樣的一些 日常生活的一些原因 有可能會讓它越來越大 就是說你可能一年前照5公分 一年後照10公分了 那放大兩倍 有的時候可能是惡性腫瘤 那你就要很小心 那一般肌流的惡性度 大概只有0.5% 它沒有那麼高啦 所以只要適當的追蹤 都不用太擔心的 對 了解 所以日常生活的王醫師 有什麼建議嗎 其實我們的飲食上面 比較含磁性素 是不是會有自己 肌流長大的可能性 除非你真的是天天三餐吃 喝牛飲 有些女生喜歡擦那種 很美白的東西 對 那裡面它都會含磁性素 它可能環境荷爾蒙 刺激你的肌流 就逐漸逐漸的長大 是 了解 那它可能隨著你的年紀 慢慢到45歲 台灣均值更年期在51歲 會不會慢慢的下降 那肌流就可能慢慢的縮小 對 所以通常來講 如果真的有肌流的話 它是需要規律去追蹤的嗎 還是說 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分享個小故事 有一個女性大概30幾歲 然後那次來 我們有時候會跟她講 你那肌流2公分 啊你很健康啦 你非常好 結果 結果它是3年後來追蹤 然後 就變10公分了 建議再怎麼慢 一年也要去追蹤一次 因為雖然它轉惡性率其實不高 但是只要它是惡性的 其實會滿恐怖的 對 沒有生過小孩的人比較容易長肌流 這個是真的 沒有功能的子宮 他就很容易會容易去長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我們懷孕是不是就造成一個 你一停經是不是荷爾蒙全部都休息 他在養一個小朋友 他就不容易被雌性素刺激 停經的時間長 出經來的時間比較早來 又或者說沒有懷孕史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肌流的 相對來講算是一個危險因子 如果女生愛吃冰的東西 也會刺激子宮肌瘤的生長嗎 冷和熱比較在西醫上面沒有那麼明確 我們大概會講說 血型的狀態 冰的東西 你的血流當然就沒有那麼溫熱 當然可能會刺激一些荷爾蒙的變化 所以這只是給大家參考的一個經驗而已啦 OK 我們今天真的學到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謝謝王一熙 那就是有關於子宮肌瘤的問題啊 就是大家如果非常喜歡這一集豐富的內容的話 歡迎大家幫我們留言分享按讚訂閱還有開啟你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加油許是下次見囉 好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